接到這個角色之後 每天就讓我自己 在家裡面喝酒 聽說高粱 一瓶也才七百塊 我喝一點點就夠了 所以我後來就都喝高粱 直到殺青 說真的 我還真的跟影星演過戲 哪有 影星應該會覺得 不要記 忘掉 我還想忘掉 你剛剛忘掉 我直到是接到這種角色之後 就變得很會喝 因為你要 因為你入戲了 你要演什麼 你通常都稍微要有一點線索 就是生命經驗 要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你才抓得到那些線索 對 去演繹 去慢慢把它畫成一幅畫 可是這個角色就是一個 拋膚氣子 那個子還是一個嬰孩的狀態 這個媽媽就不見了 傷聽害理的事都作絕了 所以我很難 很難想像說一個 已經喝 就是因為你職業傷害 你 然後個性可能也不負責任 然後怎麼樣能夠一直喝酒 然後喝到就是你生完小孩 你有一點覺得 的狀態 我有點過不去 所以我就只能 先接到這個角色之後 每天就讓我自己 在家裡面喝酒 那妳不能喝酒的人 是很容易醉 還是會起酒疹的這一種 我以前喝啤酒 就會這邊腫那邊腫的 就起酒疹 就過敏 對酒精過敏 那妳在家自己測試 就每天跟豬頭一樣 我沒有 那我就不喝啤酒 我只有喝啤酒會過敏 啤酒裡面有一個什麼 妳就改喝那個 我就天天在家 先從7-11 改喝麥卡倫25年 沒有 我從紅酒先開始喝 紅酒 7-11的紅酒 對 喝一杯 差不多那一天就OK了 然後到喝一瓶 後來發現7-11的酒好像有點貴 我就開始去附近的那種什麼 賣紅酒專賣店 去買一些比較便宜的 兩三百的一瓶的那種 但後來又發現好像有點太慢了 聽說高粱 一瓶也才700塊 那我喝一點點就夠了 所以我後來就都喝高粱 直到殺青 妳喝到殺青 我一直喝到殺青 那在角色裡 妳需要喝一點酒入戲嗎 完全不需要 妳就可以就是私底下喝 喝完了記得那個感覺 上戲的時候就是 對 我就記得 我讓我上戲 因為上戲的時候 妳不能喝酒 還有很多技術性的東西 妳必須要記得 對 妳還是要 那個大腦還是要專注 心情 對 所以我只能在一咖 今天收工 然後我就 比如說有時候導演還要抓我 講一些事情 說明天要準備 我就說導演 快點 講快點 妳要喝酒 但後來殺青的時候 還真的就是 有一點點走不出來 就是在家裡面 那邊還有一小瓶還沒喝完 我就倒一小杯 從 怎麼了 瑪莉歐 沒事 我覺得妳們好偉大 對 對 我沒有辦法體會說 什麼叫走不出來 沒有走不出來 對 我們好快 咔 就出來了 怎麼樣 下一場怎麼樣 待會兒怎麼樣 5 4 3 2 來 我們很快 我們靜音 出出很快 可能會角色準備很深 或者是很久的話 改變生活型態 就會有一點點需要 慢慢地走出來 所以他們這種 又屬於另外一種境界的 對 真的佩服 對 佩傑 妳會有走不出來的狀況嗎 有 我那時候也是演一個電影 因為那個導演崔詠寧 他就是會用生活融入你的電影裡 所以我花了大概半年吧 我才走出戲劇裡面 真奇怪 這個 小鐘 我們都無法想像 我們沒辦法 他們有做一些生活上的調整 因為我們始終沒有走進去過 也沒有走出來 這個是重點 對 差別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 不會走不出來 原來是我們從來沒有進去過 從來沒有 因為你都演你自己 沒有 因為我在演戲很假 我都只有皮在演 我靈魂沒有在演 我根本完全 不要走心 我完全跟角色是抽離的 我只想要 演技1到10分 你給自己打幾分 我大概 怎麼說 我跟你講 說真的 我還真的跟隱星演過戲 哪有 他都不承認 你看 連你都不想承認對不對 我也有 最早 我們在公視有演一個 陶晶瑩她演一個偵探 你想起來了嗎 她很小的時候 她演一個路人 很小 她很小的時候 偵探物語 對 然後她演什麼 她演一個面殿的 好像一個 我演早餐店的 早餐店的女兒 對 一個小妹 就是她假裝是有錢人 那我也假裝有錢人 其實我是幫人家開車的 是司機 你都記得劇情 當然 我就 他都演那兩 三部 他怎麼都不記得 他見戀 見戀在講 你是整個都忘記了對不對 我真的整個忘記 我那時候就覺得 不要記 我那時候就覺得 她的戲非常好 她就是在 她旁邊被台詞 很安靜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女生 你有在暗戀她對不對 我愛她 沒有 我今天講的就是大家覺得 隱七應該會覺得 不要記 忘掉 她想忘掉的 妳剛剛忘掉 確實是不記得 我這個女生 你又知道 她呢 是 我實在是 怎樣啊 怎麼能